看那是湖到底有没有水怪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 你不让我看这样子 很规律式的这样起 这是湖式 我是一根木头 你们认为那很可能是一根木头 老天不让我泼到 看到了不让我泼到 多有那么大鱼 一大大就不拿来会飘起来 但是我们怎么看出来 刚才那个东西是鱼呢 谁能看出来这是一条鱼 我看不出是鱼来 那我就要告诉你 什么是科学 科学还有证据 我都会看到很多水怪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七十多年前 一张照片举世震惊 尼斯湖水怪横空出世 此后世界各地水怪传闻层出不穷 照片视频目击者颜值凿凿 调查者众说纷纭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很多证据却没能经得起推敲 然而在中国的西北端近三十年来 却不断传出水怪目击事件 无法解释的奇特现象 持续不断的观点交锋 这里就是卡纳斯 哈纳斯到底有没有水怪 传说中的水怪究竟有多怪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马东 欢迎大家收看终极猜想 走进科学2010春节特别节目 一说水怪啊 观众朋友心中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想象 我心里面就会有好几个想象形象都不同 但是在中国境内有几处曾经有水怪的传说呢 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看到有长白山天池 铜山湖 红湖水潭 青海湖 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 也是到现在被人们广泛关注的 是新疆卡纳斯湖的水怪 卡纳斯湖到底有没有水怪 如果有水怪会是什么样子呢 上面让我们有请一些朋友 正方嘉宾许浩平世界文化史教授 反方嘉宾陶骏北京资深媒体员 王东科学松鼠会会员 我们关于双方的主要观点 先用一句话来阐明 我们先让陶骏说 陶骏你认为有没有水怪 如果没有人证明给我看 说有一个水怪 我认为没有 没有人能证明给我看 就是没有 我就认为他没有 你认为没有 对 许先生你的观点 你认为有没有水怪 以我跑世界各地呢 我觉得说确实有一种 可能跟我一般认知不同的生物 存在于我们这个地球上 所以许先生以你在世界行走的经验 你认为有水怪 是 是的 王东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观点 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水怪 这个水怪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 你们两位认为世界上没有水怪 许先生认为世界上有水怪 我能这么概括吗 我觉得首先这个水怪的定义 我们得厘清一下 我觉得所谓的水就是它在水中生活 怪就是它跟一般的生物不太一样 可能比较大 不太知道的对有生物 许先生刚才说呀 这个我们还不知道的 没有见过的这个水里的生物 可能就叫水怪 我觉得这个定义是不是太广了 我相信今天大家如果这个 做完节目去海洋馆 那都会探到很多水怪 是不是 那不光这个它那是非有 我们讲的是说可能被科学上面 它还没有归类到 建门钢木科属种里面的那些人类位置生物 不是说一般老百姓没见过而已 你没见过科学家见过 科学家没见过的每年有很多呀 每年会发现很多很多新的新种的细菌 从来没有人认识过的 但是会我们会把它当成是水怪 或者每一滴水里面都有科学家 没有认识到的新的东西 都会把它当成水怪 我觉得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一开始就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就是首先大家对于水怪的定义都有不同了 我们姑且把这个问题放一放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平静的湖面上突然出现了有节奏的波浪 一个不明水生物愉悦前行 急速穿越 游船涌起的层层巨浪并没有把它吓跑 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 它的头部在水中食饮食现 从拍摄的角度来看 拍摄者应该只是个普通的游客 因为到最后都跟的跟丢了 不是专业的人士来拍的 但是就是因为它的这种普通和业余 让我们相信了这是一起真实的目击事件 相信今天我们现场很多观众朋友 跟我一样 第一次看见这个视频都会震惊 我想先问问你们 你们当中认为刚才看见的那个是水怪的 请举起红色的牌子 认为不是的 举起蓝色的牌子 我们做一个大概简单的目测 这边的红的成分好像多一些 这边蓝的成分多一些 但是都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看来众说纷纭 那么我们现场嘉宾 我们先请许先生说 你认为刚才那个视频短片中看到的是水怪吗 刚才看到这个视频 确实跟我们一般想象这样一个距离 那个体积真的挺大的 而且它的浮动居然一点都不会 让其他鱼类会怕船只过去的惊扰 那么可见它本身还真是一个当地的水坝王 许先生我理解你的意思 就是你认为刚才我们大家都在视频中看到的那个片段 那个一起一幅的那是水怪 能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说 船过了它都不受影响 如果是一根木头它也不会受影响 但是木头可能不会这样子很规律式的这样子起伏吧 这就是成语当中说的随波逐流嘛 你们认为那很可能是一根木头 陶俊是你说的吗 不是 你不是你说的 我只是说它有可能是一根木头 如果你告诉我它有可能是一根水怪的话 或者是我这样问 它是一根木头的可能性大呢 还是一个水怪的可能性大呢 我想这个基本上我们应该是说不必再管木头还是水怪 光是讲一个它是不是一个生物吧 我觉得它感觉像是有生命的东西 它好像感觉是自主性的在上下的浮动 因为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从这边开始就一直有迹象 它是可能是某一阶段从水里冒出来了 然后可能在某一阶段又不见了 所以一根木头的可能性不大 我可以再举个例子 因为你看如果一个船过去是个木头的话 你会发现那个船会激起了 涟漪会把它往外面推 但是刚才大家看得到 它还是在它原来自己的 自己所谓在行径的航道上 轨迹上在行径 并没有因为那个船只过了以后 把它吹偏了 所以这为什么我觉得它的自主性 跟它是一个生物的可能性会比较高的原因 今天的这个终极猜想竟然是个猜想 就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 但是在这个节目进程当中 我们还会请一些证人 请一些朋友来到我们现场 带着我们整个这个推论往前走 比如首先我们将要请上来的就是 这段视频的拍摄者 古利巴哈 在古利巴哈女士跟我描述过程当中 我们要现场请上一位画师 他会在他的位置上根据古女士的描述 去帮我们复原 古利巴哈女士跟我描述一下当时你看到的是什么 当时我们在船上正好在船顶上在拍照 后来我就听到在船上有人就喊开了 好像那视频上就有 好像喊的水怪嘛 反正有很多声音在叫 我一下就掉过头就看这个方向 就看到有一个东西就在水上面在 在应该说是在油吧 头进去了 尾巴出来了 挺长挺大的 我反应也快 赶快就把那个调到那个视频的模式 就拍了这一段 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当时以您的目测这个水波纹大概有多长 因为我们现在看视频 它就这么大 至少在十米以上吧 许先生帮我们解读一下 刚才古阿姨所说的这个景象 它拍的不只是像以前我们看到的视频 单一的一个类似仪式 某一种奇特生物的一种运动 而还看到了一艘人类驾驶的船只 通过那边 而那艘船只 事实上它的体积是可以了解 它的船只体积并不是很小 所以许先生认为 古阿姨当时看到十米以上的这个 我们到现在不知道是什么的 这个不明水生物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卡纳斯湖水怪 对 因为我们用那个船只的大小 来做一个呼应的对比的话 那么确实感觉到它的体积并不小 今天在我们现场 古阿姨不是唯一的一个亲眼目睹过水怪的朋友 我们坐在这边的有好几位朋友 是我们专程从卡纳斯湖附近请来的 让我们来请他们说一说 2003年的9月27号 大概是就是小五那就是7点多长 也是天比较阴 下的一点那个雨 下雨 下雨 我们到那个三大湾和二大湾那个中间 前面大概是距离很难是四岛的 大概是200米左右的地方 出来的一个水柱柱的 柱状的东西 对对从水里面冲出来 冲出来 后面接着出来是一个黑东西 黑色的物体 先出来一个柱状的 然后又出了一个黑色的物体 黑色的物体 有多大 大概是高度是五六米高 五六米高 对 我们看到了也是下回了 看到那个东西后面大概就是20分钟左右 我们下码头了 码头以后再是码头比较摇晃 我们觉得刚才是不是看那个东西有点害怕了 后面的人都在说是刚才地震了 这边有一位是我们专门请来的蒙古族图瓦老人 请您来说一说您看到的卡纳斯湖水管 1981年7月13号下午 我和我叔叔德尔布特老人下湖 下湖 下湖老狱 我花的嘛是木发子 我叔叔拿的湖 我们进到湖里面 现在的关于厅下面 湖边 可能进去可能有四五十米 我叔叔就开始下湖 第一篇忘了下湖了 该下第二篇忘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木发子摇晃 哎 我说感觉怎么 这个船怎么摇晃 越摇越大 越摇越大 我看了这个湖里面 鼓起来一种 五体就是 很红色的 黑红色的 我就喊我叔叔 我说叔叔叔叔 你看那是什么东西 你看 哎哟 吓人了 我叔叔把汪一撂 吓得一半的汪嘛 撂得湖里面 不吓了 他跟我 不吭气 他吓着了 他不让我吭气 说别吭气 为什么 说赶快划船 说靠岸上岸上岸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经验 这个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也纳闷 我也很害怕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上到安行的时候 我问我叔叔 我说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 你不让我吭气 怎么回事 我叔叔说 你不吭气 不要说 这是胡神 胡神的传说 有多少年了 一直听说这个传说 在这个传说过程中呢 经常出现这个 马丢失 湖边 牛丢失 羊丢失 像这样子的现象 在我们民间传说 在我们这个民间呢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个割药 在我们这个民间中流传 怎么唱的 阿加旧的摩卡纳斯 古怪就藏在水底下 人也不知道他是啥 他也不知道人是啥 有一天 不怪出来了 人也不知道他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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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民间流传的 特别好听 您唱的也特别好 异性优远 核心就是一个意思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啥 这是我们今天现场亲眼目睹过水怪几位朋友 从古阿姨到卡纳斯湖边的相关的人 都把他们亲身的经历跟我们做了阐述 谢谢您 谢谢您到我们现场来 谢谢 木鸡传说 看到的那是不是水怪 我需要一个客观的证据 而不是主观的描述 科学探测 又会给水怪探索 带来些什么 水怪猜想 仍在继续 双方在场上的嘉宾 和我们现在场上的观众 心里面都知道 这件事不是说着玩的 不会这么多人重口一词 去说这个事 你们两位怎么解释 我回到家以后 我会跟我儿子讲 我儿子很小 我会跟他讲故事 爸爸今天听到了很多关于水怪的故事 但是当我讲完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怎么告诉他 我说这是传说中的故事 还是童话故事 还是一个科学的故事 我们今天讲的是走进科学 对不对 大家就是看到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科学的态度是什么 请大家调查研究 告诉我们它是一个什么 你不能没有做什么调查研究 然后告诉我 它是一个水怪 陶俊所说的是一个非常科学严谨的态度 许先生 刚才所有的目击者说的 好像都支持你的观点 其实我倒想回问马俊一下 因为我想今天我们是 也可以不只是走进科学 我们就是终极猜想 所以的确可以留给大家一些猜想的空间 我想要回问就是 到底有什么样的水中的生物 会这样子规律的这样子跳跃 你看你知道水怪这种词 我们说有带哪些生物是像这样子的一种游泳的一个行径 请专家回答 科学教育告诉我们 眼见为实 是不靠谱的 这些视频我们看到的所有有关水怪的视频 没有一个是清晰的 都是似是而非的 然后大家里在头脑中加工 加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刚才第一位目击者先生就说 他看到了一个水柱 五六米高的水柱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五六米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直观的印象 五六米高大概是两层楼 就差不多是从我们这个平面一直到我们这个景片的最高度 到最上面这个位置 我在海边长大的 我见过大浪 三四米高的大浪非常可怕 五六米高的水柱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样你就不让我们想象了 你说你大概推乱出来的一个结论 你就说没什么回事 是这意思吗 因为人在碰到紧急情况的时候 我们大脑当中被各种各样的激素 各种各样的神经地质充满了 我们大脑那时候是糊涂的混乱的 所以你说即便有些目击者说的很确定 但其实也不见得 那是他自己的一种感受 也不见得就能够客观的描述 他当时所看到的东西 您说的很对 我需要一个客观的证据 而不是主观的描述 我想所谓的客观的描述 我们今天在接受 比如说在同一个目击区 因为不止一个人看到 我想刚才那么例证里面 不止一个人以外 那是不是每一个人的肾上线素 都产生了一个illusion的幻觉呢 这个是一个问号 我们在这个归纳跟分析的过程里面 那么汇集了历年的这些 目击的这些现象 把它做了一些整理归纳 发现是有两个具体的一个 比较偏向的一个现象 第一个就是似乎这个生物 是比我们所想象的水中生物 都来得大 第二个就是说 它应该通常不会出现在 这个湖里面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会存在于 这个湖里面 那至少它们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点 然后都有这些目击的视力 可以汇整过来 而且都有一些相似处 那么当中可能因为现场的惊慌 或者是一些幻觉的 这些几率那相对就比较低了 我注意到刚才三位证人 其实在讲他们看到东西的时候 都做了一些原因上的归纳 有一位说是可能因为地震了 所以那如果是有着生物 是它跑起来了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生物 仅仅是因为地震 地震有没有可能引起 这个水底的变化 导致这个波浪的一些变化 我可以举一个 这个规模更大的 一个水怪的事例 而且是最近 是2009年的4月份 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 通过国际空间站的悬窗 看脚底下的地球 然后他突然发现 他那时候正好经过 俄罗斯远东的上空 贝加尔湖里面有非常巨大的 非常圆的圆圈 黑色的 拍了照片 然后他们测量了一下 4.4公里直径的圆圈 非常非常的圆 贝加尔湖 没有人在那个地方 也不会有什么游艇 又不会滑出那样的波浪 又搞不清楚 然后这个照片传出来之后 谣言四起 也有很多湖外的传说 因为我们知道贝加尔湖比卡尔似乎要大很多倍 它是世界最深的湖泊 非常非常的大 前不久这个事揭秘了 很好解释 因为你知道湖泊 它非常大非常深 每年岸边都会落入大量的有机质 树倒了 雨死了 还有岸上冲下来的有机质 它会沉在湖底 沉在湖底那个地方是没有氧气的 但是呢 底下有细菌 它会发酵 无氧发酵会产生甲烷 或者沼气 就是很多湖泊里面都会沼气 这些沼气在春天温度开始上升的时候 它会从湖底冒出来 就会搅动大量的水流 它带来下面湖底很多有机质 然后形成一个黑色的圆圈 如果科学家不做这样的解释的话 我想它肯定是历史上 人们曾经目击过的最大的水怪的证据之一 但是这个实验 好像似乎也不见得能解释 卡纳斯湖里面发生的这些故事吧 这是我提供的一个解释 虽然这个解释没有在卡纳斯湖这个世界上重现 我们去现场重现过 但是我提供了一个解释 我不知道这个解释跟湖怪相比哪个更靠谱 我本来来的时候 我以为说我们认为有水怪的人 想象力比较丰富 但我听了两位讲了以后 我发现真的想象力丰富的是你们两位 话修回来 谢谢 鼓掌被起劲了 是您身后刚才说话那位老人 因为你告诉他 他跟他叔叔碰到的不是湖神 是甲烷 说真的如果两位有机会呢 不妨去我们新疆是个好地方 应该去那边走走 因为我想两位真的没去过新疆的卡纳斯 有点遗憾 那么其实我本身 我到卡纳斯的时候呢 在其中的一次 那么爬到660公尺高的这个关于亭的时候呢 我也看到这个非常奇特的水波 也是大家尖叫之后 我把镜头转过去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 那他这个水波非常的长 660米的这个高度 看下来的时候 那么可见在这个水底 是非常大的一个东西 那么还有就是说 刚才我们也提到说 所谓眼界是不是为平的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其实要让两位 真的相信有一个这样可能的水罐 可能是真的要把一只活的水怪还是死的 不管就拿到它们面前 我不需要一个活的水怪 活一个死的水怪 我只需要这个水怪的一部分 哪怕是一个活的细胞 一个死的细胞也可以 就是让这个水怪到我们面前 留下它身上的一部分 然后它再走 一点客观的痕迹都可以 其实我的要求正低 我能看到一张清晰一点的 吃一个生物的照片就可以 不要像现在讲 像刚才这样的照片 很多朋友是从海边过来的 你如果在海边每天都有海浪 一排一排一排的推过来 都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说没看到水怪 或许将人的科技能够更进步的时候 那当然对于这些采集 包括你讲更清晰的照片 我想如果这样的 所谓的目击事件持续发生的话 总会有这么一天 我觉得我们现场已经听清楚这个话题了 我想问你们两位 你们两位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 是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 无法探知的一些领域 相信 我相信 相信 王冬呢 当然相信了 爱因斯坦说过 我们知道的越多 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的越多 但是前提是我们知道的越多 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才能不知道 要不然的话 我们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 这个知道就是科学的态度 你用科学的态度去看这世界 世界上有太多的科学没有解决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 我们可以不知道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只有用科学的态度 才能够知道那些不知道 对 而且我们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看来我们今天现场的讨论 一定得引入一些第三方的证据 才能推动他往前走 我把您请上来 是因为王先生曾经做过严谨的科学实验 用声纳探测了整个卡纳斯湖 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过程和结果 我们呢 就是在这个船上面 把这个声纳探测器固定在船弦上面 然后让声波呢 往水 湖底呢 去发射 在其中的一个声纳的画面上面 我们看到了一个反射的亮点 那么我们认为呢 这个可能是个个体比较大的一个水下的生物 它的个头呢 应该是在两米到四米这样一个范围 两米到四米的一个水下的不明水生物 是的 您的声纳能看出来那是什么东西吗 看不出来 包括它是木头还是鱼 咱们都很难去判断 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 你们觉得这可能是水怪吗 我认为这个不明物体有可能是任何东西 因为它这个声纳系统 刚才科学家也说了 不太确定这个物体 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水怪 有可能是任何物体 我认为如果是两米到四米的水生物 根本就谈不上怪了 我认为两米到四米的话 那就不可能是水怪 是别的 你比如鱼到两米到四米 那可能一定是存在 也是有可能的 好 我们下面把我们刚才那位 请来的那位画师 请到现场来 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给我们描绘的犯罪嫌疑人 到底长什么样 你请这 我觉得他的想象空间更大 看看 人家这个想象力 这要是你没见过我 你给我画一个 不会也画成这样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坐在这边的朋友 你们都相信卡塔斯户里面有水怪 这个画跟你们想象当中的 一样不一样 像这种太奇怪了 我不认为会存在这种 但是我认为会存在一种 类似于鱼的那种水生生物 变异的突变 突变变的那种巨型的水生生物 我认为是存在的 就这个太变形金刚了 对这个实在是太太恐龙化了 不是我跟你讲 他若不是这样 他吃不到岸边的牛和马 我们这个画师特别有想象力 应该说其实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有想象力的话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现场的观众就整个这一场来做一次最后的表决 你们觉得卡纳斯湖里面有没有水怪 请举拍 有 看这边又出现了很多有派的人士 来 有方人士坐到那边去 我们这一期节目到这可能要告一个段落 但是这个话题并没有完 我在一开始说了 我们用两期节目时间跟大家讨论水怪的问题 那么王岳冰先生用声纳在水下探测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还有别的可能性没有 水怪之谜将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解开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一问仍在继续猜想永无止境 各位观众朋友明天见 但是我们怎么看出来刚才那个东西是鱼呢 谁能看出来这是一条鱼 我看不出是鱼来 那我就要告诉您什么是科学 科学要有证据 我都会看到很多水怪